第1850集 九九大劫降临 九道颜色的光披落 万物尽毁 不少星辰炸开 这片被天劫覆盖的区域发生了大破灭 叶凡长笑 眉心内的金色小人称楚 与肉身一样接受洗礼 终于也是坚持不住 慢慢的碎掉了 这是一种大劫难 神灭人便死 肉身毁掉可以重组 可是元神一旦覆灭 多半就万事成空了 叶凡长笑 充满了不甘 他的圣人节是如此的难度 不想就此归于永恒的寂静 一定要闯过去 褶子绝运转 金色的小人化成一片又一片后 再一次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到一起 进行重组 发出无亮光 无神不晓 晚节长存 他口中诵经 坚持自己的道 信念不动摇 意志如铁 而金色小人也越发的璀璨了 终于是化解过这一难 当然 这只是中途的一劫 接下来还有诸多苦难 不过叶凡却找到了希望 坚信能够渡过去 一道 两道 数不尽的雷海 一次又一次的降临 每一次都不相同 到了最后 金色小人都被打散多次了 又一次次艰难的凝聚 化为一个整体 也不知道过了百节 还是千节 叶凡感觉不到痛 尔派有的只是一种道名声 此时的他 发生了一种奇异的变化 血肉 碎骨 还有裂开的金色小人 以及那一块块碎顶片 竟然交融在一起 在雷海中沉浮 接受锤炼 他在柱顶 将自己散掉的血肉原神 母气碎片熔炼为一体 进行了一次让人沉默结舌的激烈 顶就是我 我就是顶 此刻没有什么其他 只有道明在想 唯有一个血肉顶 缭绕着万物母气在沉浮 看起来神秘无比 这样一座奇异的顶 竟挡住了天结 实现了刹那的永恒 在宇宙虚空中不朽永生 血骨肉碎原神 碎片融为一体 这是一种神异的场景 以身筑顶成为一部分 若是让常人知晓 一定会瞠目结舌 无法理解 而此时却真实的发生了 如此的玄妙 大道神音轰鸣 叶凡若有所感 不自禁的想到了 世上流传一句很广的话 极道兵器是 古之大帝生命的一种 另类的延续 此话不假 大帝作画了 元神磨灭了 但是帝兵中却蕴含了 他们可照耀万古不朽的 神性光辉 始终不灭 同一时间 叶凡醒悟 他所走过某些的路 古之大帝当经历过 真正的地路 皆踩在无敌者脚下 不相同却有相通处 虎龙一声巨震发声 这是一次灭顶之灾 是一场最为恐怖的大劫 混沌器沸腾 席卷星海 茫茫茫混沌神节降落 打破了瓶颈 击穿了雷海 让刺顶炸开 叶凡的平衡与不朽 遭到破坏 而且这一次顶片成为积粉 化为了粉末 与血肉与元神 差点被磨成光 散落在混沌中 这是最为惨烈的一刻 这种劫难代表了毁灭 上苍 像是要毁掉一切 让地路上的一翼孤行者 成为浮沉 化作云烟 然而在这毁灭之中 亦有一种新生的力量 划破苍穹混沌 从苍与身处 照射下来 这是一种希望的力量 叶凡没有恐惧 没有焦躁 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刻 他平静了下来 度过了这么多劫难 徘徊在生与死之间 该做的都做了 即便灭亡 也没有什么可愿了 因为他尽力了 我能渡过去 此时他生出这样的念头 有了一种预感 在混沌神劫后 当时另一种劫 开天辟地 开天辟地 代表了毁灭的结束 万物的牺牲 我预定将再生 叶凡意志愈发的坚定了 鼎已成粉 原神与肉身一破烂 但却蕴含着生的希望 将发生质变 混沌茫茫 结尾掀雷 浩瀚壮阔 洒满星雨 招耀出万古的辉煌 预示了终极的一种力量 叶凡雨顶皆碎 成为尘埃般的物质 尤其是金色的小人 宛若一捧金色的沙粒 灿烂而微小 散落四方 终于这浩大的毁灭性 混沌天劫过去了 一种生气在弥漫 扩散开来 让人生出希望 可叶凡却不敢又丝毫放松 这终究是一场大劫 而非真正的生命神灰在弥漫 那是雷光 开天辟地劫 他驱散了混沌 虽然很可怕 威势浩大 足以将人劈成劫灰 但是却蕴含了一层生的希望 在隆隆声中 叶凡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修复肉身 金色小人一凝聚而成 而后在开天辟地的结光中筑顶 这场大劫持续的时间格外长 不同以往的雷光 宛若真的在开天 在茫茫雷海中 在叶凡的周围万物出生 花草鱼虫 宇宙星辰 神魔人鬼 但凡所想所见 全都在此时成形 这是一道道的雷电 不是真正的生灵 捆鹏展翅 扶摇直上九万里 神魔嘶吼 开辟混沌仙徒 真龙白尾 搅碎日月星辰 咸黄怒鸡 割裂宇宙 一片浩大的场景 全都为雷光所化 这是开天辟地结 宏大而猛烈 让人灵魂激动 叶凡变色 初始以为代表了生机 现在看来 却也蕴含着绝大的凶险 那鲲鹏扑鸡而来 那仙皇震翅 真若积在他的身上 将是一场恶难 在这开天辟地结中 即便是一株草 一条虫 一只雀儿 都是恐怖的 会造成难以有 估量的杀劫 叶凡常识 对抗这些草木花草 虫鱼等 全部都会伴随 绝世杀光 非常凶险 万物出掌 一切皆新生 草木虫鱼 日月星辰 仙皇白虎 皆险 还有呼啸原始天地中的神魔 分成 叶凡正住了 这万物接线的景象 怎是如此的相似 他心念一动 将柱顶的过程放缓 撕存到了绿顶 古朴的残顶 当扶去斑驳骨痕 擦拭出真身后 上面就是如此 花鸟成鱼 朱雀麒麟 日月星河神魔古人等 世间万灵 皆险 在这一刻 他心中震动 历史开始注定 在这开天辟地 结中孕育 让他出生 叶凡血肉破碎了又重组 眉心前的金色小人 亦是如此 盘坐在那里 吞吐开天辟地的雷光 无穷无量 不浪费一分 而后 又转驾到顶上 以此为雷光 做水和泥 打造一座古朴的顶 万物木齐顶成为了粉末 但却不死气沉沉 充满了将质变的生机 蕴含了无穷的活力 光滑灿灿 轰的一声 他以神牵引 以血肉温氧 以雷霆为火 开始打造 顶快速的成形 道经中的炼气术太重要了 其核心要义中的一条至关重要 那就是 驻唯一道兵 世间万气 我只掌握一足矣 叶凡修道这么多年 对于道经第一卷再熟悉不过了 故此演化这一法门登峰造极 顶很快被锤炼成形 或者可以说是顶的碎片在自主复苏 进行了重组 显化时间 顶成行了 上面多了万物文落 有宇宙星河 有宇宙星河 有混沌中的神奇丝吼 竟发出了隆隆之音 朕的人血液与肉身要崩坏 更有古人 朱雀 昆蓬等 一个个栩栩如生 花鸟 花鸟鱼虫 意再裂成为美丽的条纹 草木等平添生机 让其有了一种真实的质感与生命力 这是 叶凡倒吸了一口冷气